一夜的一夜的一夜 感恩 南摩 大慈大悲 祝福救浪管大陵 感官司 菩萨 感恩 如君弘台长 自己一夜 自己背 我想问我的孩子 07年 朱 说什么 说朱 张欣啊 小孩子自闭症啊 是啊 鼓掌啊 身上有灵性 害怕 见人 听得懂吗 喜欢关在房间里 打电脑 玩游戏 小孩子 智商没问题 就是灵性控制他 明白了吗 如果你不给他念经念调 时间长了 以后会不会读书的 就是怕读书了 听得懂吗 好 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吧 他是吃书的 吃全书了 他小小吃书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两三岁我给他吃 他也拿出来不吃 你赶紧跟菩萨说 关心菩萨拿他吃书的功德 让他自闭症赶快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小孩子以后大起来蛮好的 谢谢 嗯 他的图同颜色是什么 属什么 属猪 花猪啊 甚至花斑猪啊 听得懂吗 给他穿花衣服 那穿这种衣服蛮好的 明白了吗 是了 所以才有缘 你看他不动不声不响的 他很会惹人啊 你不想了 他跑过来惹惹你 讲讲你 搞搞你 在学校也是这样 看见了 灵性啊 明白了吗 他有念心经 什么 他有念心经 欺骗师 哦念心经是吧 嗯 他现在几岁啊 九岁 我看他什么时候好啊 好 十二岁 十二岁 嗯 十二岁以后 就会好起来了 好吗 好 你现在不要让他吃得太多 他会胖 好 他吃得太多了 不是他在吃 是他身上那个鬼在吃 听得懂不啦 哦 好 就是要九岁小房子 什么 小房子 烧小房子 像他这毛病 一共要烧九百张 你现在烧了几张了啦 还没有 我只是烧 哎 那赶快吧 好吧 好 还有 要注意这孩子的鼻子有点问题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经常鼻子呼噜呼噜的 而且鼻子塞 是啊 哎 是啊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哦 还有小便多 是啊 小便多 喝水很多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 好吗 好 谢谢 你是他妈妈 我是他妈妈 你几个孩子啊 三个 三个 三个是吧 好 不止三个 你打掉过一个 我有念小房子 有念小房子 没走 还没走 嗯 是个女儿 是个女儿 嗯 谢谢 好好念经啊 有 好吗 好 我有念了 好了 师父 还要问一个盲人 我父亲 叫什么名字啊 杨关送 叫杨什么 关送 关阴的关 送走的送 第三个什么字啊 送 送 送你东西 那个送 啊送 杨 关送 关送 是 男的女的 你爸爸是吧 我爸爸 杨关送 麻烦了 找不到 上面找不到 找不到 你做不到他的梦了 做不到 他已经投胎了 你记住 你爸爸死掉的一年半 到两年的时间 你周围 过去的周围 有个亲戚朋友生孩子了 你别去找了 就你爸爸投胎了 你一查就查到了 你别去跑到人家 一个亲戚这里 看见这个孩子 一岁两岁 爸爸 你不能叫的 知道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吗 你心里知道就好了 对他好一点 好 多买点东西给他吃 都买点东西给他吃 不可以提 好吗 不可以提哦 乖一点啦 好好保护好自己孩子 给他小房子念掉 孩子就正常了 现在他讲话都很累 听得懂吗 不太想讲话 他看到人不认识 他不讲 就跟你说呀 智商受影响的呀 自闭症的孩子 智商都受影响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 好 好了 谢谢大家